是语文老师岗 对吧 对 教师岗 对 语文我们其实 你觉得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语文的主要教学目的是 先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 就是传承中国的文化 我觉得是这样的 您比如说像 我给我学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不给他讲其他的 我先给他讲一讲 中国的文学发展史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 百善孝为先 我先要告诉我的孩子们 就是说什么呢 第一点 你上我这堂课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你先要懂得笑是什么 这是我要告诉他们的 我觉得他说的是不对的 没错 语文老师第一件事 语文是干什么的 语文是教给孩子们 表达和沟通的工具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你作为语文老师 你这件事没有提点出来 这是第一 我先说完你们再说 好吧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 作为语文老师 我看得出来 您应该是教中小学语文老师 对不对 那么中小学的语文 尤其是中国的文字 是非常优美 而且准确的 因为所有的文字里面中文最短 对不对 那么您在刚才两段展示之中 都暴露出了语言上的错误 而且在中国文学里是不可以错的 对不对 第三 我们传递观念 对吧 讲中国讲传承 那么当然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文化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今天这个时代 公平 然后科学 然后这个客观 这些东西 我觉得才是语文老师应该传承 这个 我觉得你太主观了 我作为家长来说 所以这三点来说 我觉得是不满意的 我要反驳小爷 你第一个观点 我认为他总结的比你总结的好 语言文字就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 而你说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 交流的工具 就是为了传承这种文明 我觉得他回答的更好 大家注意一下 老师的 老师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要把课教好 第二件更重要 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 要让学生喜欢上这门课 我的智力没问题 但我讨厌语文课 能理解我意思吗 谁 我被你就是这种老师带的 我特别讨厌语文 以至于我高考作文不及格 我觉得你得上纲上线了 我觉得对于学语文这件事情 到底是语言工具 还是文化传承 它本来就不矛盾 我觉得 不矛盾 可是学生不会想那么深 学生会觉得 小燕说话 对我每天说话有用 沟通 跟我妈 我如果学不学好了语文 可能我跟我妈沟通 能更顺利一点 因为说传承这件事 我们回到大学里面 然后我觉得高等教育里面 我们可以更多的讲传承 讲精神 对于小朋友 要用让他听得懂的话 然后让他知道 我学这件事有什么用 他都有目的 可以了 好 你也说的没错 但其实 所谓文化的传承和后衷 并不一定是到了大学 高中才去说 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不完 但是语文一定有交流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八千 第一轮选择 需货率 七盏灯 天生我有财 点作文 师说 师说 每个老师必须读这本 韩语的师说 师说是中学的还是小学的呢 中学的 中学的 来吧 师说是中学的一篇课文 那么主要讲的是 能不能画 要不要喝口水 不是 不用喝水 不是喝水的问题 那是干嘛 说老实话 这个真不太熟悉了 你准备的是哪一个 一个汉语言的人 在家当老师 这一篇你绕不过去 一个老师没有备课 确实挺难的 真的 咱们讲岳阳楼记行 岳阳楼记有点难 出师表 出师表可以 他备过哪一个 这简单一点 这不是备课的问题 这不是备课的问题 有些课文是他经常讲的 工地的问题 因为辅导教育和在校教育 它是两个东西 辅导教育的话 这个我相信 立总和任总两个 会知道更多一些 你们俩出题好不好 对 我也觉得 我们诱人单位出一下题 对 因为我们的教育模式 你也知道 和传统的语文教育模式 完全不同的 对 很多孩子在阅读中 其实他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主旨大义的题 我做不好 有的孩子是细节题不好 有的孩子是人物描写不好 你能不能就你过去的经验里边的 然后你找出来几类孩子 他们的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针对这个问题 你来做一下 如何这些孩子来解决和提升 好的 我先来说一下第一类情况 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比如说 他在人物的描述这一块 他做不好 因为我在成都的时候带过这么一个学生 我说这个什么唇红齿白 对吧 柳燕万眉 什么这个青丝银发 对不对 那么我都给他提到过 或者说什么这个水淋淋啊 水汪汪 那么这孩子就说 他在整个一个写作的过程中 我奶奶有一双水淋淋的大野精 樱桃小口 很可爱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说下来以后 我得给他先 我先告诉他 就是说 什么样年龄阶段的人 应该用什么样的词语 这是要给他明确的第一个点 你不要这样 你就把我当那个孩子来说 这才看得出你的状态 你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看我们在 比如说你的妹妹 是不是很可爱吧 她的眼睛是水淋淋的 你再看看奶奶的眼睛 对不对 我妹妹戴眼镜 我妹妹戴眼镜 没关系 妹妹戴眼镜之后 你可以把眼镜拿下来 你看一看 远远地去观察 那么你比如说 那么到了爷爷奶奶跟前的时候 那么奶奶的眼睛是什么 历镜沧桑啊 对不对 那我应该怎么说奶奶的眼睛 对吧 你提到点上了 我应该怎么说眼睛 我应该说奶奶的眼睛是 宝金沧桑 或者说炯炯有神 我上次说我奶奶宝金沧桑 我买奶奶说 我说她老 她不高兴 我奶奶说她永远18岁 对 你要学会给奶奶解释吗 所以说 这样是一堂诗课 老师 我来评论一下 我来评论一下 让两位专家先评论 对 就我觉得 你的讲述呢 确实像大家说的一样 还是比较传统 而且是守旧 这是我们 其实苏主带 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我们讲的是 叫做未来的教育 就是启发孩子的心理 让他先真的去观察 用他的心去讲故事 不是说 所有的老师都是宝金沧桑 孩子一定要由心而发的 真诚的去写东西 来 林东北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在我们公司内部 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教育 是用你自己的灵魂 去激发另一个灵魂 那么在这整个的 你刚才的授课过程中 我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灌输 就是你告诉他 你就要怎么样 去看这个世界 你就要去怎么去形容 而没有从一个孩子的角度 让他去观察 让他学会观察 学会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你尽量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 教学的时候 你能不能激活 他的画面感啊 你现在上来 就是理念对理念 而且你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 这个口头禅食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一个语文老师 都不知道怎么说 对吧 对 我看到说 就像我也碰到过 语文老师跟我讲说 石头你知道 什么叫做鱼吗 就是那个心 在那个角落里出不来 什么叫蠢吗 春天来了 小虫子到处爬 对吧 什么叫笨呢 你看为什么是竹子头呢 是竹子抛开 里面有一层膜 高级 它就 你就瞬间 就会瞄动嘛 你是不是可以 多发挥一下这些 我现在要问一下 你老婆怎么办 现在面试的不太理想 她比较适合传统教育 在他们东北这儿的 线上教育和AI教育当中 她可能不太适合 这个岗位 怎么办 有可能她今天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温小飞今天是发挥有点失常 其实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去看过 有跟她一起去看过 比如说她辅导孩子 上课是一个怎么样的 好吧 来 职场请上课堂 每天自愿加班到很晚 同事们却视我如敌人 难道我努力也错了吗 我把这句话改一下 我摆成一个学生的口吻 老师 我每天自己下了课 还留堂在这儿努力自习 但是很多同学都视我如敌人 觉得我爱表现 你怎么回答这个孩子 其实呢 有这样的事吧 有 有哈 你怎么回答 你只需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努力学习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不要管 别人怎么看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打断一下 就是那个隐秘的角落里面 那个小男生 那个小男生成绩特别好 当然性格也相对于哭屁 很多孩子都不愿意跟她玩 然后她的老师就关心了这个问题 找她母亲说 她母亲不以为然 其实我觉得有些老师 会改变这种问题 首先是要改变她的人际关系 如果你只是说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 我觉得她会越来越 越来越孤僻 执着于自己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应该先改变 这个孩子的心理 我认个小建议 你看是不是你觉得可以用 既然是你是语文老师 你让她有行为代入 这个同学的困扰我知道了 来 在纸上写一个找字 是吧 你加上一瓶 那个我就会出来 可是这个瓶有三个瓶 一个是我自己怎么看自己 成绩好不好 第二同学怎么看我 第三老师和爸爸妈妈 怎么看我 这一瓶你要考虑一下 怎么加 这个我才会更好 它是不是更有语文的代入感 而不是你跟他讲这个道理 对对对 我觉得您这个建议 觉得太好了 你去做老师算了 那我觉得 就是这样的 最核心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 王老师您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知识储备 是不够的 因为我作为语文老师来讲 其实你的 不管是你的阅读 看过的书籍 然后包括你对很多内容的 这个整理能力 思考力 都是需要 起码你比别的学科老师 要想到更多的 对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你能讲一讲 就是你教过的学生里边 这十年 有什么语文成绩 很出色的吗 有 您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 一零年 我实习的时候 实习一学期 当时呢 就是说在我们镇子上面 总共是48所小学 然后的话是 四年级96个语文班 然后的话 我是让一个 倒数第二名的班级 爬到了正数第二名 出来以后 那么在成都的时候就是 我做的是辅导教育 一个班是十个人 我的学生的回收率 可以达到90% 然后的话 转介绍率 可以达到75%到78% 从客观点来说 从面试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觉得 第一 您比较适合传统教育 第二 您还是比较适合去成功 即便教学水平有高有低 但爱孩子的心 我们一点都没有质疑 特别具体 王老师是很热情 我相信他对孩子 是很负责任的 是 那至于教学这种东西 那你没办法 我们还是衡量一个老师 不一定是衡量 他能调出多少高分的人 我们应该衡量一个老师 能不能教出 内心健康的孩子 美好的孩子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别的我们不多说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怎么说呢 确实是 就是说我的这个能力 还有我这个文化素养 确实是有所限制 如果说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相信我会就是 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然后把自己的这份热情 带给我的学生 好 谢谢你 来 第二轮选择 还有一盏灯